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找前刮壶的位置 第二个我要找后刮壶的位置 再来把中间的资料切出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 假设你一个问题太复杂了 没关系你可以切割 比如说你可以怎么切割呢 你可以按部就班 先在旁边先做一下 比如说你可以先找前刮壶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给一个栏位 这个栏位的话呢就是先找那个前刮壶 然后后面的话再找什么 找后刮壶 再找里面的字串 后刮壶 然后再来里面的字串 这个字串其实就是里面的字 那在 这个一般程式里面都叫字串 那我要怎么抓到前刮壶的位置 你可以插入函数 我刚提过你可以利用那个文字这一类 文字这一类里面有个φ函数 所以你往下找这个φ 那φ里面的话它会有三个问题 要你回答 第一个fine test 意思是说你要找什么 那我要找前刮壶就告诉他前刮壶 帮我找找看 那因为前刮壶是一个文字 所以移开之后它会自动什么增加前后的双引号 因为在excel里面或在VBA里面呢 表示一个文字就一定要前后加双引号 那有加双引号跟没加双引号是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是数字数字前后如果加双引号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那比如说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文字这个橱线格里面有没有前刮壶 那不过这别处理哦 你如果按确定 star number意思说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当然因为我们要从头找了 所以他会讲说如果省略的话 那star number意思是从1意思就从头开始找 那因为我们是从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省略 按确定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他里面没有刮壶 就会产生一个紧开头的讯息 在excel里面呢 如果是紧开头的这个讯息 表示错误讯息 意思说呢 里面是找不到的 紧value这里面的值 我找不到你要的东西哦 OK那往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如果里面有钱刮壶 他告诉你第几个 123 有没有第三个字 这第三个字 这第六个字 一类推 如果找不到的话 这边有错误 那找后刮壶怎么找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做法 也许你可以再做一次 或者是什么 你可以把这公司复制一下 按右键复制先取消 那我的习惯是切到这边 把它贴上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什么 因为其实他跟 找钱刮壶的不一样的地方 只有在这个 有没有 把钱刮壶改成后刮壶就好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 直接贴上公式 修改其中一个部分 按打勾就可以了 复制的时候 记得按取消 如果你不取消 你没办法贴上 好 然后呢 往下填满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前刮壶的位置 后刮壶的位置就抓到了 那实际上呢 再来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位置 那我要从第几个字抓呢 从第三个字抓 不跟下 从第四个 所以变成说这个位置 假设你要抓的话 应该是从这个位置 后一个 所以这边可能要加1 那几个字呢 找到后刮壶的位置 你要再减掉前刮壶 因为这边的话 你往前推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必须要扣掉 所以将来会多一个位 多一个长度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9减掉3 再减掉1 你就可以得到 你需要的那个文字 的总数了 所以如果我要切割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呢 前面我们用到一个函数 当然你不是laps laps是从头 right是从尾 那我们要中间的话 这边有个叫middle函数 指的就是从中间 那中间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一样嘛 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切割的那个资料在哪里 test你的文字在哪里 那就是这一个 那我这边练习 我是从第三列好了 因为第三列有资料 如果你第二列里面没有 没有那个刮壶 所以会有错误 我们先从有刮壶的位置 先练习 那star number是第几个字呢 从第三个字 当然你不能直接填3 你要怎么 直接抓这个嘛 但是呢 他第三个是刮壶 所以如果你从这边抓的话 他会多一个前刮壶 所以把它加1 意思就是说呢 从前刮壶的位置的后一个开始抓 那number choice是要抓几个 那就是从后刮壶的位置 那多了什么 多几个多 1 2 3 所以你要怎么 把这个位置 把它减掉什么 减掉前刮壶的位置 然后会多一个字 你会发现后面有后刮壶 那等于多了一个后刮壶 那等于再把它减 1 OK 那你会发现呢 第三届冠军刚好就出现 按确定 那你就直接再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他你可以向上填满 填满其实他向上 向下都可以 差别只是说把那个裂号 向下一个三变四而已 反正裂号的意思就是说 他向下就是裂号会增加 自动会帮你抓到其他的资料 可是好像虽然做完了 好像OK的 可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东西其实看起来蛮讨厌的 为什么 因为虽然显示在这里 他没有错 也是把资料抓过来 可是呢 如果你一直出现这个东西的话 那看起来好像怪怪 那怎么办呢 以前有一些同学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把他delete掉 是不是 那你delete掉 如果资料量少还可以 可是资料量多的话 恐怕就不是好方法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最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第三个函数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是三个函数 做完 这个这个问题 那最后的话就去除什么 去除错误 那怎么样去除那个错误讯息 你这边的话可以用插入函数 选择什么呢 不是文字类的 是叫做逻辑类 因为这边是会有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那个储存格里面是否为错误 如果是的话呢 就帮我清除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保留原来的状态 所以逻辑里面 可以找到有个叫if if开头 后面的话有个错误 就是ifl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给他什么 给他这个值 他要帮你判断 里面是不是错误 那所谓的错误 就是紧开头的讯息 如果里面是紧开头的 那他就帮你怎么样 value ifl 做什么事呢 清除 那清除要怎么清除 特别说前面我们也特别讲过 清楚的话就是把它变成没有自串 没有自串就空自串 还记得吧 打什么 两个双引号 这样就OK 记得不是 之前有同学还怎么打 打那个什么单引号 看起来一不一样 看起来好像很像 有没有 结果弄半天搞不清楚还是错 记得不能用单引号来做 一定要两个双引号 按shift着 两个双引号 按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放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可是呢 这个结果不等于这个结果 你不能说把它复制 贴过去吗 不对啊 复制贴过去 那怎么样把这个结果放在这边来呢 那你想说要不然就把这边什么隐藏一下吗 按右选取隐藏 过来了 可是好像也不对 所以最好是什么 你可以把这四个动作 里面的四个公式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我们最早讲的 那怎么要把四个变成一个 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着 先把四个步骤先做完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怎么样把这四个步骤 变成一个就好了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一个 一个结果全部串在一起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那我们是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来做 就是先抓前刮后的位置 后刮后的位置 里面的刺 那找不到会有错误的话 就把错误给去除掉 好啊 谢谢大家